CCC最終章 最終章 你不是要這麼有八卒集 對呀 請大家多多支持 馬嘉烈與大衛系列CCC 我在電影中飾演莎莎 我的愛人是阿神 我在電影中飾演的叫阿神 她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和莎莎是 青梅竹馬長大的好朋友 我也說了 愛人是個什麼好朋友 感覺就是 有點複雜 有機會是在朋友 和愛人之間 在摸索 Garry就是 在 劇中算是我一個 導師 人生導師 我叫Garry 其實我本身跟莎莎比較熟 她是Gay friend 大家是姐妹 然後 有一次在酒吧喝東西 就碰到她 她的樣子好像很迷惘 我就想她有點心事 我就看人要開道 我和她的關係就是這樣開展 開開一下就搶走了 不是我搶的 是她自己離開你的 我喜歡男生的角色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我都 獻出了我的同性的初吻 給她 她是很害羞的 那天在現場 很害羞的 因為 本身都沒有正式合作 我們 啊 我們有在Casting 其他劇的Casting 有見過 是不是那天是第一日見 即是在這部劇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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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日見就疼 第一場就賣牙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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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過 要和男生一起 都沒有 沒有預備過 會是怎樣 那真的發生了的時候 我就發現 是 比想像中輕鬆容易 但是前提 都是很緊張的 就是我現在拍攝過一場之前 我就 希望場記可以買個手口水 也都 就是整個人的狀態 ready 這樣去 因為我是連 和女生問氣都沒有試過 就和男生先這樣 我覺得因為Kiss是很親密的 你會感覺到對方的氣息 然後我第一次 發現男生的氣息 和女生的氣息 是真的 很不一樣的 但怎樣形容我 我不知道怎樣 我本身腦裡會覺得 因為我 我在開劇前 我真的跟導演說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值的人 覺得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不容易 要打破心理的關口 到現場那一天 那一場 在那個角色裡面 我們基本上是一鏡 就是由一路紋氣 然後就發展到要Kiss 那個感覺 我真的隱約記得就是 喔 是 是 是 會味 會味著 Soft 我 我是覺得Soft 比想像中Soft 我也覺得是比想像中Soft 那是激問 還是 是 蜻蜓 點水 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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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主動的呢 不記得了 我覺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覺得不是我強吻 他想否認 我 我記得我們有討論過 算是我主動延輝 但是那個 戲鬼是 我都不是直接強吻下去 而是我就在這裡了 你準備好了你就上來了 是一種這樣的 其實我內心都抑壓了很久 就是在角色上面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就來了 那我都 放 放盡了 放下所有包袱 因為他有很多包袱 然後就 就 就開始這場運氣了 其實導演呢 就一開始說是一個踢而已 他說 不如 由一開始那個位 不要剪你 就直接做到尾 那麼我們 很順利的 真的做完了 然後導演也很收穫 一個踢而已 真的OK了 他說轉機位 那你不如去到 做個Kiss的時候 就停了 那因為是走鏡 轉其他位 那誰知道我們 轉了機位 我們做完所有的紋氣 控到好慢了 咦 沒有人喊咳的 那我們沒有人喊咳 我們就 繼續了 那就 被他騙了幾個踢了 那一天呢 是Phoebus的螢幕初吻爭奪戰 那我就跟他先鬥哪一個 然後誰知道是他先 那他就 那他就 他就很得意地跟我說 我先 那樣 但是呢 播出界呢 是我先 所以這件事是打王的 他們比較激烈 我那個是 蜻蜓點水來的 嗯 但是你之後是不是有福祥 之後有福祥 之後有福祥 那一場比你激烈的 是嗎 看過了 是啊 有一場很深陋的 我們有一場是 賣身肉薄的 那一場其實我很緊張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很緊張 我整個人僵硬了 他也有叫我放鬆 然後 拍拍我的肩膀 他問我是不是很緊張 之後就去做那一場 然後 因為我們要 跳舞 跳完舞 之後就 埋身肉薄 我的跳舞 是跳得很激烈的 然後他就 教我跳 然後我回到他去看 我說你跳得這麼差 然後我說你教我 然後他說你不要說我教的 是不是你教我 當時是想 換模的氣氛 讓大家放鬆一點 因為 那一場 我覺得最令大家緊張的是 想埋身肉薄 他也是一樣的 是啊 我們是在房間外 對 我們進房間 就一連串 做完整個戲 去到埋身肉薄 然後那個情緒起伏是很大的 是 在我的角度是 嗯 我期待了很久 因為我一直都 哄他埋身肉薄 就是我的角色 我很想得到他 我很想得到他 和他的身體 就是我的角色是這樣 所以我鋪排了一連串的計劃 去讓他進入我這個陷阱 然後去到那個位置 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令我 掉了到谷底 所以那場戲是 那一條角色是 就這樣 所以是很難做 所以我覺得很緊張 因為這些部戲 我會覺得 未來是可以試到一些不同方向的 我覺得最難 Breakthrough 那件事都 Breakthrough 了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可能性 我都想發掘自己多一點 因為我自己拍攝這個 我也有認識自己多了 願望我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 不如一起拍一下 先想想 床氣 即是先套先 可以三個東西一起發生 那就應該先床氣 不是先吻 接著藏氣 接著就洗澡了 就是露屁屁 洗屁屁 即是從衛生角度去想什麼 洗屁屁 還有諮詢 我會覺得有淺日深一點 露屁屁沒什麼大不力 接著就失吻 接著就藏氣 屁屁竟然是淺 即是他自己顧到自己的那份就行了 我屁屁也好聽 但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我喜歡露屁屁 就嚇唬吧 有這樣的機會就嘗試一下 為什麼 阿神最後在他心底裡面是誰 你覺得 我覺得阿神 如果是說他一生的經歷 這一個跟男生是他第一次 也應該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那件事總不免是尖狼 即是心裡有朋友 如果他遇到這些狀況 會找我聊天的時候 你會見到就是 即是可能譬如他意願就是 哎呀我都想 再放多點時間去觀察一下 會怎樣 可能之後會好呢 但是 最後 總結回就是 回望回 阿朋友 其實你那段時間 你用了很多時間 在那個節目裡面 所以我現在再看的時候 可能是 不如 你早點有個結論 你會不會很辛苦 你會不會很辛苦 我覺得是一個賭博 所以 即是 沒有 沒有一個是贏家 我覺得三角圈 是 不知道 我覺得 即是我們那一代 還有 現在那一代 現在那些 好像他們已經是那種 都未必是拍拖 又或者已經有很多關係 這樣 但如果在我的話 都是一個賭博 遲早都 有人傷 有人痛 這樣 三個都不會開心 即是就是在我來說 你會退出還是 在我 在我 我是一定退出那個 我是早站 早著那個 在我 我覺得我應該都是抽身 我就是 會每天跟自己說 早走早著 但又會在我 我安排是會這樣 但是 理性上 就會跟自己說 早上早上 不要假的 快點離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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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會 快點 準備 了